有人说,当你没钱的时候,你会看清很多事情 确实,但其实当我们有钱以后,也会看清很多事情 人生就是这样的 有钱和没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 第一,有钱后,很多人都会尊重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 当你没钱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人都不尊重你 他们和你说话的时候呢,对你的态度很冷淡 对你的态度很不友好 有时候呢,还会莫名其妙的凶你 但是当你有钱了,他们对你完全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状态 其实这就是有钱和没钱的区别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朋友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俩关系还算可以 可即便是这样,对方有时候对我说话也是很不客气的 有时候我就很生气啊,有时候很不开心 但是即便是这样,对方也是完全不在乎的 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 你以后得回老家找个相吧 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啊,其实我知道他是一种鄙视的态度 总觉得呢,他是当地的,我是外地人,又没有钱,没有户口 所以觉得呢,自己很有优势 后来我的收入多了,买了房买了车 他开始啊,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 说话特别尊重我,还总张罗着把他各种亲戚什么的介绍给我 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自己没钱的时候会看清很多 但其实当我们有钱了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会看清的更多 那些很多原本不尊敬你的人,也开始变得尊敬你了 第二,就是有钱后,很多人愿意跟你交朋友 没钱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躲着你 他们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会找他们帮忙,或者是借钱 但是当你有钱之后,你会发现啊 你身边围着很多人,很多人愿意跟你交朋友 很多人愿意围着你赚 即使是你脾气不好,性格霸道,真的是挺现实的 第三,有钱之后,你放个屁,别人都觉得是真理 你没钱的时候啊,你说的再对,别人都觉得你是放屁 这个话操理不操,我记得我前年的时候我们同学聚会啊 有一个混得很好的同学说了一段话 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根据,完全站不住脚 但是很多人却说,说的好,说的对 甚至呢,还有人拍马屁说 你为何想到这样深刻的道理呢 我真的觉得特搞笑啊 就这个男生,他上学的时候,我们全班倒数第一 就是他老爸有钱,给他开了家公司 现在呢,经营的还不错 所以呢,大家都会去奉承 好像在一群人眼中啊 你有钱,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即使是你说的不对,那也是对的 这就是现实 有人说不公平 但是现在的社会就是不公平的 人生就是这样的 当你有钱和没钱以后 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这一生,不管多难 都要努力去赚钱 当你会赚钱了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很好 你的生活会很好 毕竟有钱以后,不仅我们的生活是自由的 是宽裕的 就连我们身边的人都会看得起我们 尊重我们 所以啊,努力赚钱吧 好好赚钱吧 让人生更加幸福一些 让生活更加美好一些 Ciao